怎么这么没进去啊 不对啊 喂 张主管 什么情况呀 今天不是周一开例会吗 这都几点了 虽然我们公司是比较人性化 但也不至于这样嘛 开完了 什么 开完了 新来了总经理 什么总经理啊 第一天开会还不通知我 开 你怎么就找到 这个地方了 我在这里工作 工作 你不会是想说 你是新来的那个女博士吧 尚总好 我叫莫若娜 如果我的老板是个贪玩 不务正业 心思全然不在公司里的人 那怎么办呢 这太好办了 她不是喜欢玩吗 那就让她玩个够 玩的兔 这一招叫玉琴故作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两个人会长得一模一样 你信不信 昨晚我认识了一个和您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还留了电话 需要我确认一下吗 这个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我是被上董事长委托来帮助您管理公司的 其他的事情我不关心 和您汇报一下今天的工作 在汇报工作之前 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你昨天对我的印象应该还是不错的 是吧 我劝你还是省省精力 把目标放在别的女孩身上吧 不 这个问题与工作无关 我拒绝回答 我刚看了一下我们和歪帽那边草女的合同 有一些细节存在问题 和歪帽的合作都是之前的惯例 再说了 也没有人敢去找司诚谈呢 现在有了 梦中女神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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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想找一下尹司诚 请问有预约吗 没有 不好意思 没有预约是不能见到总裁的 好 您跟我这边来吧 总裁正在开会 看这边写的 上个日子不太痛啊 您先在这等一会儿 总裁开完会 您就可以进去了 好 谢谢 谢谢 请 尹司诚 你还真能藏啊 上次骗我的事情看你怎么说 好 您先听我说吗 好 果然不是个好东西 那我就送你到这儿 有空出来吃饭啊 嗯 好 拜拜 来 第一次见尹总这么客气地 送人离开啊 是啊 这女子可真有手段 怎么了 顾将军 哦 嗯 尹司诚 嗯 我记得在酒会上面 我们说过各局所需 但是现在呢 我凭我自己的能力 得到我想要的 你没有得到 只能说明你的能力不足 但其实 艾利克斯在酒会上面 已经答应过我 给我一件婚纱了 但是因为你 纳瑞米的婚纱 三个月后将会在我的商场里销售 到时候你可以自己去嘛 不行 因为这件婚纱对我有机用 所以我现在就需要呢 这件婚纱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 我想这件事情好像跟你无关吧 怎么 着急结婚 不对 你不是在刚刚分手吗 你怎么知道我刚分手了 这三个月是我们的宣传期 全世界 除了我们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买到 环瑞米 除非 除为什么 除非我突然结婚 我倒是可以考虑 替我太太准备一件 当然我结婚的话 对象也不会是你 尹思辰 你现在已经严重地打扰了我的人生 那只能说明你的人生太脆弱了 那是因为有你这种自私鬼自大狂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行为 给别人造成了多大的困扰和伤害 婚纱的事情我可以再想办法 但是你必须跟媒体发声明解释这个误会 证明我俩没有任何关系 并且把照片都删掉 我怎么解释 说你和我一起欺骗了Alex 那我的损失怎么办 你来赔付吗 这一切都是你那天晚上擅自行动 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尹思辰 你简直就是个自大无情 毫无同理心的恶魔 顾小姐罵完解气了就可以走了 您好我找尹总 阮小姐这边请 这才是配得上我们总裁的人吗 刚才那位坏了 等等 尹思辰 当时就应该这么拍 好歹也算是一个 九十九分的作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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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